第一次上First Take很榮幸 因為眾所周知上了First Take的都一定是很有經驗 或者是很有實力的歌手、團體 亦都是很有名的團體 機會三遇到這次的project是一個人生的理程碑 知道他是一個比較國際性的 甚至在亞洲來說其實他是一個很有知名度的音樂節目 所以就的確以前邀請的很多歌手 其實在每一個國家裏面的歌手都是非常有實力的 所以是的確沒有想過會上到這個節目 所以都很期待觀眾、世界各地的觀眾看到之後 給我們的feedback 有! You are Sophie 的群青 本來其實我一直都有留意First Take的這個頻道 但這一首歌是一個朋友介紹的一條影片 我第一次踏進去聽的時候 我就馬上覺得很有青春 還有他在說夢想這首歌 所以那個You are Sophie 本身也很能唱得 還有他真的很有青春的感覺 夢想 即是他不停地向前衝那種感覺 所以我記得我不停地錄這首歌的時候 是在上年我們MIRROR幽團的時候 然後我就不停地錄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帶了很多正能量給我 那我就每一天一起來 就是馬上按進這條連結裡 聽整天的 嗯 我就是前一陣子有四個女生 然後她們真的會走位 然後會跳舞 然後一邊唱一邊跳的一個表演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有看First Take的表演 但也沒有想過 原來在First Take可以這樣玩這件事 所以是覺得很新鮮 而且很厲害 因為她們又是又唱又跳得來 而且聲音又很穩定 她們所有的表演 那個能力很大很棒 所以這個是很印象深刻的 我是一隊日本的樂隊叫做呂黃蜂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First Take的時候 是彈了這條片出來 那我就故意按進去 然後就覺得她是一隊比較Rock的一隊樂隊 然後就知道裏面這位其中一位主唱 就很厲害了 我一開始還以為是錄好的或者怎樣都好 但誰知道後來了解First Take這個節目 是真的知道是一take的時候 就知道她們的演唱技巧 真的要很高的水準才可以到這個節目 那個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很厲害 我看過Harris Style最新的男朋友 然後她是帶了一隊BANG上去 然後就現場是錄了一些樂器的 就是她除了人聲之外 她是錄了一些樂器 都是只可以一聽的 然後哇很震撼 然後沒有錯過任何事情 然後禍音啊 所有事情都很好 其實我幻想過 我們是帶一隊LIVE BANG過去錄音 OK 但是有之一日了 希望再有機會 嗯 這次這首Rumus的Arrange 都是一個全新的編排 都是比較乾淨一點的 軟一點的 所以我們當中其實用了很多 量了很多和音去支持這件事 因為其實當這首歌本身 12個人唱的時候 其實它是力量很大的 去到我們四個也是第一次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想了不同的和音去 去令到這件事更加豐富 因為還有The First Date 又是一個很注重聲音的平台 所以我覺得大家去 過程當中我們都練習了很多次的 就是大家坐著上課 然後去想一下這段應該怎麼唱 然後怎樣會令到這件事更加好 那大家去耐心這個表演應該是怎樣的 特別是一些和音 我想大家練習多了 還有緊張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平時這首歌 又或者MIRROR的團體 比較少唱一些和音的 然後我們通常表演 舞台上都會很大力跳舞 那這次我們特意為了 這個Version的Rumus 練了很多和音 大家都學了很多和唱了很多 因為我們用一個清澈一點的Version 在First Take這個平台呈現的時候 大家的聲音上 我覺得也有很大的進步 就是練完這個和音Version之後 他們看我們出來就很刺激 立即不緊張 放鬆我得咯了 他們好像都沒有事 我跟你們說放鬆我得咯了 是因為咯 來了 就是他們兩個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有進去看了一下 但真的不知道環境是怎樣的 然後他們就 放鬆 放鬆很輕鬆 很輕鬆 很輕鬆 放鬆 我覺得咯 你唱完一首就說正好 哈哈 我說沒有提示 有的 我覺得我們唱完第一 Take之後 除了放鬆個人的心情之外 其實可能在一些Tuning的設定 即耳朵 都可以分享一些提示給大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對於 因為一來其實我覺得我在團隊裡面 唱歌不算最好 所以我讀到自己唱歌的 進步空間更需要更多 然後英文歌我又不是很熟悉 因為自己比較少唱英文歌 我對於英文的把握不是很高 所以就略顯生眼了一點 還有我在這個群組裡 我算是比較容易有15 因為我經常唱歌 這是它的缺點 所以就 那個時候 我理不到的表情 我只希望在一個注重聲音的節目裡面 我希望自己的聲音 拍子是準確的 就行了 所以就很緊張 但其實我覺得姜濤在我們自己拍攝的時候 他的能力也很好 但一去到 真的一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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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即 姜濤了 大家看到其實他那一刻 其實他可以做得更加好 即是姜濤 姜濤 其實我們其餘都很緊張 但我們緊張是Inside 就是我們按內住 按內住在Inside 我的腦裡面就在想 我下一句的和音 我應該怎麼唱呢 或者先找一個音 然後 因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和音部分 需要配合 然後就要想一下 阿Lo阿Lo 是否剛剛這個 在唱的時候要露一下 然後 跟阿Lo 我跟他都有一句 我每次跟他唱的時候 就會對望 然後唱到yes 成功了 因為我們在每次練習的時候 我們都有對望 所以就習慣了 在第一次拍攝的時候 我們都有做這件事 好像很安全 就是我們那個扭音 那個 Every single night 還有一個 Night 一做到那個 我們就暗淚 暗爽了一下 成功 OK 給大家一個很肯定的眼神 OK 我們這次 這首歌在海外錄 然後 第一次在訪問裡面 是有翻譯 去幫我們把廣東話這個語言翻譯 做他們當地的語言 那是幾難忘的 我都替過翻譯是有點辛苦 他連續幫我們翻譯了很多間傳媒 但是 是覺得很隆重的一件事 好像我們第一次MIRROR 帶著廣東的音樂 衝出香港 嗯